全球高温,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温和无害的雨水都变成沙气 我们还有和大自然角逐的勇气吗? 你好朋友,我是幻视领航员阿桑 今天我们要前往一个充满绝望的世界 一起来看酸雨时刻 塞尔玛在马术克和人打了一架 因为他那个袭警入狱的父亲 学校请来家长 但联系上的只有母亲爱丽丝和叔叔布莱克 一路上闷热的天气让爱丽丝心情愈加烦躁 他们试图私下和解这场斗殴 但因为塞尔玛父亲袭警事件 引发大量的社会舆论 校长只能争取到让塞尔玛回家思过的机会 爱丽丝在阳台平静自己的情绪 她想要缓和一下糟糕的母女关系 至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时 女儿能选择把事情交给家长处理 但一直在父母之间辗转的塞尔玛 对于母亲的行为理解完全出现了偏差 于她眼中母亲威胁般的话语 完全是想要丢掉自己这个麻烦 塞尔玛心中鼓掌着委屈 她想要远离独断的母亲 去找总能理解自己的父亲度过周末 父亲和母亲两地分居已久 但是塞尔玛知道 父亲马上要搬离这个旧居 前往比利时 去照顾那位受伤的女人卡琳 也正是因为卡琳才会有父亲洗酒事件 塞尔玛再次挽留父亲 却依旧没能成功 这也让妇女之间的气氛降至冰点 塞尔玛打开新闻试图转变自己的注意力 入目是正在解读降雨中 酸度大幅提高的报道 这可并不是个好消息 她所热爱的自然和麻痹 处于受波及的第一批次 塞尔玛俱惊会神 但反身回来的米哈尔关闭了电视 新闻总是夸大其词 让人吐声担忧 倒不如多关注些和收入有关的事情 周末过去 艾米丽送塞尔玛前往学校 这个忙碌的日子下着暴雨 艾米丽对此有着很大的担忧 几乎整个法国的民众都知晓 那场高腐蚀的酸雨正在向北半球移动 艾米丽叮嘱着塞尔玛当心这些可怕的降雨 天气糟糕也影响到道路 车流和人群交织在一处 一片混乱里 艾米丽的车辆和前方汽车发生了严重的碰撞 真是该死的天气 暴雨一直持续到深夜也没见停歇 受到新闻的影响 艾米丽的心情焦躁不安 她关上塞尔玛离开时遗忘的窗户 雨水已经被吹进屋内 艾丽丝用毛巾覆盖在雨水上 她需要确认家人的安危 匆忙离去的她丝毫没有注意到 被近视的毛巾冒出大量被轻微腐蚀的痕迹 雨后并没有晴天 大团的乌云笼罩在法国之上 在养老院工作的艾丽丝 查询到塞尔玛的学校在酸雨影响的区域中心位置 心中的不安驱使着艾丽丝 她急忙拨通了孩子父亲的电话 想要接到孩子赶紧回家 另一边的米哈尔接到艾丽丝电话时 正在楼顶检查着建筑表面 酸雨让建筑有了轻微坑洼 对于艾丽丝的想法 米哈尔觉得她有些启人忧天 但是墙壁上的腐蚀痕迹 还是让她答应了下来 久未见面的夫妻二人 在路上并不能安然相处 吵吵嚷嚷地到达学校 发现前来接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数 艾丽丝跑进教学楼 却被告知塞尔玛在马场学习马术课 广播中专家在滋滋不倦强调 本次降雨的危害 听到艾丽丝心中愈发不安 她催促米哈尔快速前去马场 但路上密集的车流 造成了大面积交通瘫痕 而前边黑云已经压在了树林上空 交集的二人冲破警卫的拦截线 直直从旁边草地冲进树林 随着滴一滴雨水降落在枯树上 树竿上蒸头起一缕白叶 塞尔玛的马皮焦躁不安 酸雨降落在地 干枯树叶的腐蚀声响在耳畔 两匹血肉模糊的马从树林深处冲出来 塞尔玛惶恐地注视着被腐蚀出生的枯树 顾不得教练的要求 跟随着马皮快速跑向仓库 塞尔玛和匆忙的米哈尔会合 两人赶在大雨落下遮前冲进仓库里 高墙腐蚀的雨水让仓库房顶积极可畏 不时有渗透间的液体低落 在地面腐蚀出坑洼的灼痕 米哈尔找来大块的布披在两人身上 在爱丽丝开车赶来时 顶着大雨冲进车中 酸雨的腐蚀对金属车身造成极大的损伤 车面的油漆大片掉落 车顶也被腐蚀出坑洼的雨痕 但是在逃命关头 没有比车子更合适的带步工具 爱丽丝猛踩油门冲上道路 本旧堵塞的车流线下汇集在一处 狭窄的路口毫无空余 还有大量没能第一时间避雨的路人 围着车流 试图挤进去 爱丽丝看着左右已经堵死的车流 她知晓绝不能在雨中多坐停留 于是爱丽丝咬咬牙 决定硬闯出去 但就这一会停留的功夫 一个没能找到冰难所的环卫 竟然拉开了车门 环卫面部的皮肉大面积脱落 被烫缩的血管组织盘穷在肌肉上模糊一团 直面这样的场景 塞尔玛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她不太能反应的过来 明明刚还好好的世界 是怎么突然间变成地狱的 死亡的阴影凝聚成雨滴悬在心头 也许下一秒就会砸落在头上 三人驾驶着车子 途径路上死去的人们 肌肉的烧山根本让人分不清楚身份 只能大概看出来人形 爱丽丝找到一个因酸雨而无人的商场 他们站坐休整 用大片厚实的布料 笼罩住被腐蚀的车子 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停留之地 爱丽丝用电话和布莱克取得联系 双方约好在东方的梅斯市会合 米哈尔对布莱克没什么好感 但尽管再不愿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男人都知道 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 米哈尔安置好家人 开始不由担心远在比利时的心上人 他拨通电话 听到的却是一阵盲音 糟糕的环境 由不得他再多犹豫 天空中的黑云随时都会再次落下暴雨 三人快速地驶向远离雨云的东方 腐蚀对金属的伤害就很高 车子最终还是没能撑过那200里 更加不幸的是 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 他们迷路了 塞尔玛用力踹开被袖拾在一起的车门 三个人挤在一个无人的房子中 熬过今晚 房子在灾难降临前 应该是预备了一场宴席 但这一场酸雨 让这个本该欢声笑语的地点 如今寂静无人 三人在房子里没有找到 可直接饮用的水源 米哈尔拿出两盒子接碗自来水 递给闯进屋子的猫咪 塞尔玛十分反感这种 拿鲜活生命做实验的行为 他赶跑才喝两口水的猫 一家人被困 塞尔玛的惶恐更上一层 他向爱丽丝反复确认 布莱克叔叔不会丢掉他们三人 坐在旁边的米哈尔忍不住嘲讽 名义上的妻子对哥哥格外依赖 而那个男人还看不起自己 这让米哈尔感到窝火 米哈尔的态度 让本就紧绷的艾米丽气急 两人在塞尔玛面前大吵一架 夜晚 惦念着猫咪的塞尔玛不得入睡 他起身寻找 却在地板上发现大量血迹 跟随血迹找到角落 猫咪的腹部已经被腐蚀开 血肉迷糊一团 尽管心中做好准备 但是猫咪的死状 还是让塞尔玛心神巨大 如果是他们饮用下这个水 这个念头根本不敢细讲 塞尔玛趁着身子 躲回休息的桌子下 第二日 三人跟随着大批逃亡的人群 在一座跨越河流的大桥前 汹涌的人流 把爱丽丝和自己家人冲散 他被人流推上几壤的桥梁 人群暴动 被酸雨侵蚀的建筑 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庞大的压力 桥梁在众人面前坍塌 人群更加疯狂 有人想要趁机冲过河道 有人想要去找留在岸边的亲人 爱丽丝处在人群中央 密集的人流把他推散到围栏前 石桥的崩塌还在继续 暴涨的人群加速了围栏的断裂 只听一声沉闷的响声 伴随着凄厉的嚎叫 栏杆崩裂坍塌 汹涌的人流倾泻像浑浊的水面 这其中就有爱丽丝 充满腐蚀性的液体 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只在呼吸间 等塞尔玛找到爱丽丝时 早已认不出自己母亲的容貌 头皮被烧毁 残余的头发也交互在裸露的皮肉上 破裂的皮肤已经焦黄 爱丽丝没能爬出来 死在了自己女儿面前 塞尔玛跟随着米哈尔逃到收容地 母亲的去世让她恍惚 而妻子去世后联系不上布莱克的米哈尔 临时决定更改前进的方向 她要去找到转移后的卡林 更改道路后 米哈尔和塞尔玛前进的并不顺利 他们所乘坐的车辆抛锚在荒野 无法再次前进 关闭让众人下车徒步前行 经历长时间的缺水 以及母亲的惨死 塞尔玛的状态 经不住如此高强度的运动 心中的惶恐和委屈 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塞尔玛陷入了自暴自弃的状态 米哈尔拖拽着女儿 他们不能停下 停下就会被死亡追上 可是荒郊复杂的地形 仅是片刻 二人已经看不到引路的军官 天色昏暗 又一场催命的暴雨即将倾泻而下 米哈尔带领塞尔玛躲避进一个塌陷的通道 昏暗的地下看不清前路 这导致米哈尔本就强撑的身体摔倒在地 塞尔玛快速搀扶起他 两人踉蹺的寻找避难所 塞尔玛紧绷的神经终于到达极限 他宣泄出内心的愤懑 如果父亲当时没有让母亲上墙 那现在的爱丽丝是不是还活着 自己的母亲是不是还能陪在身边 崩溃只发生在一瞬间 米哈尔直面塞尔玛的责问 但并没有做出回答 眼下他们最要紧的是活下去 米哈尔亮亮呛呛的起身 他找到一片住宅区 一扇扇的敲响木门 但不出所谅 根本没有回应 长时间的高负荷运动 让本就负伤的米哈尔 坚持不住昏倒在地 塞尔玛接住倒下的父亲 慌不择路地求救 他注意到一扇窗户下闪过一道人影 米哈尔再次醒来是在室内 这里有水源和电源 女主人打亮眼米哈尔脚上代表刑犯的脚环 还伤他离开孩子们的视线 这栋房子的女主人名叫艾伯拉 因为她儿子的身体问题 母子二人在灾难之初就没有外出过 那个一闪而过的 大概就是被她安全保护的儿子 艾伯拉很喜欢塞尔玛 这个乖巧坚强的小姑娘 但是对于身为囚犯的米哈尔明显戒备 在她发现米哈尔强行拔掉家庭电源 用来给自己手机充电后 对这个无理的到访者更加不喜 房子中的食物有限 艾伯拉并不打算给予他们食物 米哈尔对此感到愤慨 为了活着 她强行撬开了隔壁无人之家的屋门 窃取了里面的食物 艾伯拉看着暴力行为的米哈尔 心中对她的防备更是提高不少 晚饭期间 米哈尔面对着两母子讥讽出声 塞尔玛对此感到十分的愧疚 威廉和艾伯拉已经比 见死不救之人好太多 艾伯拉看着米哈尔对儿子充满恶意 她赶走米哈尔的念头更加坚定 但是艾伯拉不忍心看着年幼的塞尔玛 泰国奔波 便只允许米哈尔而言 睡在她的车库 晚间 酸雨再次倾盆而下 米哈尔却趁一夜收拾起行桌 她收到了卡林的留言 米哈尔打算趁夜出发前去寻找卡林 塞尔玛对于父亲的行为感到失望和不可理解 她觉得父亲已经完全没有理智可言 满心满眼都是卡林 她不想去找那个夺走自己父亲的女人 二人的终植没有结果 因为艾伯拉家的房子在摇摇欲坠 当夜酸雨侵蚕管道 由此进入室内腐蚀房屋内部 房子彻底坍塌 艾伯拉二人一无所事 在地下二层酣眠 米哈尔和塞尔玛两人用力撞击地下室的房门 里面却没有传来任何动静 时间不等人 米哈尔不再试图降醒地下室的二人 他强制暴走还在努力呼喊朋友的塞尔玛 开走艾伯拉地下那辆车冲进雨中 酸雨让车辆的结构出现故障 两人艰难地向未知的前方驶去 多日压抑让二人在震雨后爆发激烈的争吵 塞尔玛对父亲的不满在此时达到顶峰 他冲下车去试图离开这个让人压抑的地方 但意外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 这里竟然是一块蓄满水的泥地 土壤里的高腐蚀性液体渗出 地面现在不亚于硫酸池 塞尔玛急忙攀爬上身边废弃的车身 地面开始坍塌 车体不断滑落 不远处的米哈尔显然也发现情况的危机 他驾驶着车子去接塞尔玛 但是湿软的泥地让他寸步难行 米哈尔咬咬牙 听着女儿撕心裂肺的求救 他打开车门 徒步奔跑过去 酸雨漫过脚踝 脆弱的布料根本禁不住消耗 皮肤组织一点点的在急速的化为交叹 米哈尔终于来到了塞尔玛身边 他背着自己的女儿 用赤裸的双脚踏过这片硫酸地 晨光来得格外缓慢 塞尔玛守着下身近乎报废的父亲 等来了四处搜索火口的救援队 塞尔玛呆呆望着身边更加年幼的孩子 那个孩子独自一身 并没有看到他的父母 塞尔玛缓缓起身 寻找到工作人员 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 拼出布莱克和卡林的名字 等待的时间好似被无限拉长 但只得到一句抱歉 塞尔玛来到自己父亲床前 失去小腿的父亲瞬间苍老 米哈尔握紧塞尔玛的手 也许他们只剩下彼此了 全片完 这部影片改编自同名短剧 上映于2023年嘎纳电影节 由法国导演贾斯特知道 影片讲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在覆盖世界的酸雨灾难中 逃生的经历 在那种随时可能会死亡的情境下 人们的情绪濒临崩溃 惶恐度日 片中导演对镜头的把控十分到位 让人由不得感觉 头顶似笼络落了一层乌云 以塞尔玛家庭为代表的人们 在天灾面前 近乎没有任何的还手余力 这样的灾难 看似距离我们十分遥远 但是全球变暖正在一步步的加剧 这些会不会就是未来我们的写照呢 电影的结局 真的是结局 而非一个不幸的开端吗 想必各位心中都有自己的感想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大家的看法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别忘了订阅点赞 我们下个目的地 再见 送